東京奧運韓國女籃隊開心合照 站在後排笑容靦腆的短髮女孩 她的身份很特殊 用親切台灣槍跟觀眾問好 徐曉彤可是土生土長的宜蘭女兒 高中時因緣際會來到韓國打球 一路奮鬥竟然拼上韓國國家隊 成為史上第一個站上奧運舞台的 台灣籃球員 我覺得不只是亞洲籃球員 站上奧運殿堂 我覺得每一個運動員站上奧運殿堂 應該都是 這就是很光榮的事情吧 然後 一輩子可能 連一次都會很困難 身為運動員 有機會跟各國好手切磋 就是最大的享受 徐曉彤在冬奧賽場 甚至還遇到斯洛維尼亞籍的NBA巨星 冬契奇 開心跟偶像合照 但就如同大多數運動員的奮鬥故事 風光背後總是充滿心酸 高中三年的時候其實真的很想加 然後職業隊之後 可能就是賽季的時候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就會特別想加這樣 高中的時候來韓國的時候 就是目標就是放在選秀 看能不能選上然後進職業隊 然後進了職業隊之後 就算已經達成一半的目標 然後現在的目標就是 看可不可以拿一座總冠軍這樣 十年前徐曉彤加入HBL滬江高中女藍 因為適應不良 轉學至浦門高中 但HBL校隊轉學 有兩年的競賽條款 對年輕運動員質疑發展 無疑是重大打擊 幾經考量 徐曉彤毅然決然轉往南韓 由當地教練收養 改名秦安 努力了十年 終於受到韓國國家隊肯定 只是此生無緣加入兒時的夢想 中華隊還是有些遺憾 過去遠走他鄉的女孩 如今已是獨當一面的職業選手 無論是徐曉彤還是秦安 代表的都是運動員追求夢想的拼搏精神 這樣峰迴路轉的際遇 或許能給台灣籃球帶來些許啟發 台灣並不是國際籃球強權 不論男女籃從來不曾打進奧運 甚至整個亞洲籃球水準 與世界各州相比明顯偏弱 但韓國仍盡力發展職業體育 還取得奧運資格與世界好手一較長短 相對台灣的體制裡面 我覺得並沒有其他國家這麼的完善 所有的設備 甚至對運動員的照顧 都沒有到這麼完善 我覺得在企業的贊助體制裡面 像最近的直男 男生的直男說T1或者是PLG 甚至SBL 那所有的蓬勃發展 這幾年來講 都是重男輕女的觀念 那我覺得女籃並沒有說不好看 2G 台灣女籃最高出路 目前是半職業的WSBL 總共四支球隊 每季開打時間不固定 也不是每一季都有轉播 資源相對薄弱 那如果你看日本好了 日本在過去這幾年 因為他們今年要打 在有中心奧運 所以他們在過去的十幾年以來 他們都有一個計畫性的培養 不管是歸順的球員 要不然就是混血的球員 要不然就是在長期以來 他們想培養到國外去參加訓練的這些選手 現在慢慢的回歸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比較好的內容 我們是不是要看有沒有更多的公司 或更多的社會大眾 願意投資更多的資源到這個環境裡面來 同樣都是東亞國家 日本韓國做得到 台灣沒理由不行 體育實力是緩慢的累積 需要的是整體社會共同努力 若把奧運當成每四年一次的大拜拜 比賽結束就沒人關心 那運動員再怎麼努力 終究是孤掌難鳴